2022最新犯罪悬疑片 自白 今天终于上线了 该片由苏志谢金允珍林真那主演 翻拍自西班牙高分悬疑电影 看不见的客人 剧情全程高能接连反转 不到最后一刻绝对找不到答案 话不多说正片开始 首尔一家五星酒店里 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女人当场死亡 男人受伤昏迷 窗户和通风口都被封死 酒店房门也从外面反锁 房间只有受害者两人 那么凶手是如何逃离现场的呢 很快警方就将阿浩当成第一嫌疑人 带回警局进行调查 面对警方的审问 阿浩始终声称自己是清白的 由于警方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阿浩就是凶手 只得暂时以涉嫌谋杀罪将阿浩监视 很快阿浩为了洗清嫌疑 花仲金请来韩国最顶级的律师 律师告诉阿浩警方已经找到了目击证人 随时可能申请对他的态度 如果想要洗脱罪名 必须将案件全部的细节告诉自己 阿浩也知道时间紧迫 开始讲述事情发生的经过 几天前他和情人小美同时接到勒索电话 对方勒索一千万韩元作为封口费 忽然就向媒体揭露他和小美的地下恋情 为了自己来之不易的身份地位 阿浩只得答应下来 并按对方要求来到指定酒店等待 结果他和小美等了许久不见对方人影 随后对方发来短信说要去告发 于是两人准备跑路 这时他突然遭到袭击被人打晕了过去 醒来时发现小美躺在地上已经没了呼吸 而且身边还洒满了钱 律师听完之后开始分析 根据警方调查的线索显示 案发后不曾有人离开过 房间的窗户从外面无法打开 房门也是从外面锁死 房间里也没有第三人的痕迹 理所当然密室杀人案 他就是第一嫌疑人 阿浩极力为自己开拓 说一定是有人陷害他 随后分析到凶手肯定是事先躲在了房间 杀害了小美然后嫁祸给我 律师反问那么谁会陷害你呢 你和那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和这件事相关 随后律师掏出了一份寻人启事在阿浩面前 上面是一个小伙 看到寻人启事后阿浩变了脸色 他果然有所隐瞒 原来在这起案件之前 阿浩还涉及了另一起案件 几个月前 阿浩和小美单独到郊区别墅交流感情 回程时阿浩告诉小美准备结束两人间的关系 彻底回归家庭 结果小美不仅没答应 反而情绪十分激动 这时一头鹿突然横穿马路 小美猛打方向和对面的车发生了碰撞 幸好两人没事 但对面车里的小伙却重伤直接领了河饭 惊魂未定的阿浩准备报警 却被小美阻止 说如果报警我们如今的身份地位就全没了 再说小伙也有责任 他没机安全带还玩手机 阿浩顿时觉得有道理 于是两人准备溜之大吉 结果上车正要离开 却发现车子打不着火了 这时远处又来了一辆车 为了避免被发现 小美提议他伪装成车主和阿浩协商 果不其然 过路车停了下来 两人赶忙谎称只是意外追尾正在解决 不巧这时小伙手机突然响起 还好小美反应迅速 拿起小伙手机直接挂断 然后假装接起说是保险公司的电话 过路司机见状也就离开了 小美顺手将小伙的手机放进口袋 接着让阿浩赶紧找个地方 将小伙和汽车一起处理掉 自己则在原地等待救援 原本是一次意外车火 阿浩和小美为了掩人耳目 竟然准备毁尸灭迹 很快阿浩趁着夜色 将小伙连人带车一起推进湖里 另一边 正在原地等待救援的小美 碰巧遇见路过的汽修店老板老崔 老崔好心地为小美检查汽车 发现是电路板出现问题 于是小美跟着老崔回家修车 当小美来到老崔家看到桌上的照片 竟发现他们撞死的小伙是老崔的儿子小帅 顿时吓得半死 可还没等小美缓过神 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小美这才响起小帅的手机在自己身上 但他反应很快将手机藏进了沙发 然后匆忙告辞 老崔看着突然神情恍惚的小美 上车之后还不断调整驾驶座位 顿时怀疑车主不是小美 此时他还不知道儿子已经死了 而两人为了掩盖罪行 决定将汽车偷偷处理掉 一切都已经过去的时候 意外还是发生了 儿子失踪了 老崔夫妇自然要报警 对警察说出了为小美修车的事和自己的怀疑 警方通过调查得知相撞的汽车 正是阿浩所有 于是来到阿浩公司询问 她的车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 是否知道案发当天出现的女人身份信息 阿浩否认自己认识小美 随后在律师的帮助下 以汽车被偷为有打罚的警察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这天阿浩和妻子一起吃饭时 却从电视看到警方正在调查小美的新闻 十分的慌张 这时小美又打来电话 两人见面后小美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只见她掏出车祸那天从小帅身上拿到的钱包 让阿浩给小帅的账户上转入一笔巨款 并伪造她参与电信诈骗为罪潜逃的假象 很快警方就将小帅的失踪案 转为诈骗案进行调查 阿浩就此彻底摆脱嫌疑 一心扑在事业上 听完阿浩的字数 律师分析道 这样看来小美的死肯定和小帅的车祸有关 但还是排除不了你的嫌疑 我们需要更有力的证据 阿浩只好实话实说 那天她刚到公司就收到一封勒索信 里面装有车祸现场的照片和一段录音 对方以小帅的死勒索2000万含源封口费 无奈之下两人按照对方要求来到酒店 然后就发生了开头的密室杀人案 小美被杀自己被打晕 律师反问如果你已经说出了所有的真相 那现在关键的是 谁会寄出这封勒索信 阿浩顿时想到失去儿子的老崔 可他杀人后又是怎么离开房间的呢 律师提出了另一种猜测 这一切都是老崔干的 他的儿子被撞死拥有强烈的作案动机 设想一下老崔向警方报案 将自己的怀疑全部告诉给警方 可是警方还没调查几天 就将小帅的失踪案改为畏罪潜逃 也就是阿浩和小美之前所为 他不甘心儿子就这样死去 于是找你复仇 这样不仅可以毁了你的事业 还可以让你入狱 所以阿浩现在想要洗脱全部嫌疑 全部推到老崔的身上 随后律师拿出警方勘查现场的照片 指着照片里的女人说到 她是老崔的妻子 阿浩这才想起那天去酒店 前台接待她的正是老崔的妻子 而密室杀人案的真相其实是这样的 老崔事先躲进酒店房间衣柜中 当你们两人来到房间 他趁机将你打晕 再将小美杀死 然后从窗外逃到隔壁房间 当老崔的妻子带着警察来到房间 趁人不注意再将窗户从里面锁死 完美制造出密室杀人案 这样你就成为最大嫌疑人 可是这一切都是律师的推测 想要成功洗脱所有嫌疑 眼下的关键就是在小帅的车里 找到小美的私人物品 如果没有那我们需要找到乘车地点 把小美的东西放进去 这样就能彻底洗清你的嫌疑 看着不愿说出实情的阿浩 律师突然觉得她讲了这一切 把两人的角色互换一下 那么所有的疑惑就全部解开了 案件真相应该是这样的 车祸后小美因为愧疚 患上了间歇性焦虑 不停地掉发 这里有份医学证明可以看出她不堪折磨 她将真相告诉了老崔夫妇 并想给他们实意做补偿 于是劝你和她一起自首 但得知小美的打算后 你将她残忍地杀害了 发现无法走出房间 于是就伪造了犯罪现场 制造了密室杀人案 企图来让自己脱身 此时所有的真相全部解开 原来律师竟然是小帅的母亲 失去儿子的律师每日活在痛苦中 直到小美打来电话 夫妻俩这才得知儿子已经惨死 两人为了找回儿子的尸体 阿浩打官司的律师 希望对方能帮忙找到阿浩丢弃车辆的位置 但却被律师无情地给拒绝 而老崔未找回儿子的尸体 直接将律师给迷晕 再到阿浩房子附近安装上电话干扰器 当阿浩打来电话要和律师沟通案件时 埋伏在外的老崔打开干扰器 成功让小帅的母亲伪装成了律师 而阿浩现在也彻底相信眼前的律师 随后痛快地签下了辩护合同 接着说出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真相 原来当时他将汽车推入湖里时 却发现小帅还活着 但他并未选择救人 而是拿起扳手将小帅残忍杀害 随后将汽车推进了湖里 现在为了彻底洗清自己的嫌疑 终于将丢弃汽车的位置给画了出来 而律师强装内心的悲痛 正要离开时 阿浩却发现合同上的签名 竟与另一份合同完全不同 而外面的律师汽车 此时也陷入雪地中无法行动 只好强装镇定在阿浩的要求下 再次回到屋里等待着救援 结果事情再次出现反转 这时阿浩直接揭穿了律师的身份 律师也得知阿浩刚刚说的 乘车位置是假的 正当阿浩准备对律师出手时 律师掏出事先准备的电击枪 将阿浩电晕了过去 正要逃跑自己一不小心也摔晕了过去 从昏迷中醒来的律师恍惚中 听到阿浩在向警方报警说自己要杀他 接着只见阿浩抓起自己手中的枪 朝他开了一枪 结果律师反被阿浩诬陷让警察抓了起来 而在去往医院的救护车上 阿浩露出一脸胜利的笑容 却不想事情再次迎来了巨大反转 原来阿浩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与律师见面 竟然是为了确认乘车现场有没有暴露 而律师早在来到阿浩房间时 看到墙面上挂着的照片 就确定了他丢弃汽车的位置 随着隐藏在湖底的汽车被打捞出来 真相终于大白于天 阿浩也为他的罪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阿浩